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这个礼拜蛮多重要经济数据 当然上周五最重要的就是非农业就业数据 这个公布出来的数据是超出市场预期的好 美国的失业率也应声下降 但感觉起来这个数据好 但对某些资产价格非常不利 比如说像金价就大跌 因为美元指数顿时明显的走高 公布出来的非农是94.3万 市场预期是85.8万 所以虽然不到百万 但是也很明显的超出市场预期 创了去年八月以来的新高 五月只有61.4万 六月是93.8万 所以连续两个月都在90万之上 失业率下降到5.4 是去年三月来的低点 不过去年五月到现在 美国整体新增工作人数 1666万 1000多万 真的这么多 但是据疫情前的整个就业情况 仍然还有六七百万的人没有复工 不过这个数字公布出来 金价就大崩了 上周整个金价跌幅相当巨大 全周达到2.97% 将近3% 今天一早 这个亚洲金价曾经一度中错5% 你相信吗 这一开盘金价是狂崩 崩到真的是令人觉得不可思议 这是黄金这么稳定的商品 居然它可以跌到了快5% 那现在目前收链大概超过1%多的跌幅 这个拉了非常长的下影线 你去看黄金的走势 你会紧张 真的是非常夸张 那上周黄金期货是收在1763.1% 那今天晚上看起来有一番奋战 那赢价上周也大跌了4.8% 都是因为非农业就业数据超出市场预期 美元指数全周升了0.7%到92.8% 这个礼拜我们刚讲了蛮多经济数据 要follow上周的非农业就业数据 包括今天中国大陆会公布出来7月的PPI 已经公布出来的CPI 社会融资都是今天的重点 欧元区周二有ZW的经济景气指数 美国的EIA的月报 还有周三是美国的CPI 周四是英国的GDP 美国的PPI 还有消费信心 这些总经的数据都跟物价有相关联因素 看起来物价要回落 现在目前暂时应该是没有这个机会了 年底看看有没有机会物亚可以回落 全世界的物流跟整个一些半导体的缺货的情况 仍然是非常混乱 这个物流的状况混乱到极点 好那我们赶快就最新的整个宏观的情势 包括国际期货市场的各种概况 来请教期货分析师林昌新 昌新你好 大家好 大家晚安 那上周美国股市还是继续涨 我们看标普全周涨差不多快1% 道琼涨0.8% 纳萨克指数全周涨了1.1%的幅度 费半 半导体表现得非常好 上周继续在涨了整个是指数是达到1.65% 罗素2000也涨了1% 所以美国虽然说上周五这个有涨有跌 各指数有涨有跌 但是全周都是全面收涨的 那标普跟道琼是创历史新高的 对所以我想其实投资朋友不用自己吓自己 通常假设说联储会要缩表 还是要这个所谓的我们看到的升息 基本上代表之一点是美国的经济是繁荣的 而且它的股票市场是有赚钱的 所以不会说它有这样的概念出来 然后直接就崩盘 其实不会啦 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 我们认为其实包含了殖利率的一个上升 对于整个电子雷股来说 美国电子雷股也没有回档太多 所以在这样我们的发展下 我认为台股可能是短期 因为一些市场性的消息 可能搞不好这个证锁税减半的因素 要做自己的回档 可是看到大陆股市 看到这个美国股市 短期来说还是多头的格局 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以这个 比较健康的经济来看待市场 你讲那应该是当冲降税 对我就当冲降税取消 当冲降税 团中有传出来 对我知道团中有传出来 不管当冲降税取消 也不用是期待现在做决定 因为那是到年底的事情 所以现在又在传这个利空 我真的觉得是 今年盘面这些中小型电子股本来就弱 可能是又有人出来放风了 有心人在打压相关的类股 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故意要把它压下来 因为财政部要到年底才决定 它的期限是到年底 对因为到年底 看能不能再延五年 现在消息一转 因为其实今天台股就特别 这几天台股就是亚洲市场特别弱 路股再反台我们也跌 美股小回答我们也跌 所以我觉得应该也是消息面的短期影响 因为基本上 证券主管单位是建议财政部续延五年 对没错 经管会啊 这些证券主管单位是 希望财政部能续延五年 那财政部当然现在目前在看市场风向嘛 不急的做决定 因为到年底的事情 你干嘛这么快做决定 对 那如果以证交税收的这么好的情况来看 我觉得他应该不会去取消了 应该会续延了 对因为有点 如果说杀鸡取卵的话 那如果没有量了 那你就算没有减半 那税收也变少嘛 所以我觉得主管经管应该会在此时里面做考量 他已经采取那个8月27号有新的 对 跟针对当冲采取的交易制度变更的做法了 没错 没错 就可见他不想取消这个降税嘛 对 好 如果他想要取消降税早就宣布了 对 所以还在拖 好 那另外我们来看到欧洲股市最近也非常的旺 欧洲的600指上周涨幅是1.8% 德国涨0.44% 法国大涨3% 英国涨了1.3% 所以欧洲股市最近反而是表现得更好 对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一旦美元短期走强 欧元走弱 那基本上对于欧元区来说 它现在等于是英国可能也要 我看不是微解封 是直接解封来对抗病毒 所以等于市场就说 我没在怕 反正去年已经封过了 今年就是让市场去自由运作 那这样的话 其实欧元区其实现在还蛮强势 因为货币的弱势让整个的这个所谓的欧元区的股市 在创短线的新高 所以我认为其实欧洲美国 现在目前都还是一个多头的格局不变 法国股市创历史新高了 对 这很强势的 欧洲三大指数只有英国没创新高 德国也是创历史新高的 没错 那欧洲到底还能走多久呢 这个当然就值得持续在关注 另外美国十年期国债殖率上周五也大升了 所以主要就是非农业就业这个数据 你看一个数据出来影响到这么大的一个层面 金价大跌美元上升 国债殖利率上升就代表国债价格下跌 这个跌得很重 一天升了八个基点到1.3 然后全周的升是升七个基点 扭转了连续五周的殖利率下滑 另外上周油价也大跌 整个上周全周油价是出现了 如果我们看到美油的话是跌的7%多 对其实跌蛮重 这真的是恐怖的下跌 美油跌的7.7% 布油跌的6.3% 这个分别创下了去年 美油是去年10月2号以来最大的单周跌幅 布油是今年3月19号当周以来最大的跌幅 油价为什么会这样崩呢 我觉得两个 第一个就是说 假设是供给需求的不平衡的话 基本上五六七月在涨的就是供给需求不平衡 可是呢 前两个礼拜公布出来的美国的EIA 基本上都是库存增加 那对于市场来说 有一点这个警惕的味道 那再加上这个我们说的这个伊朗啊 还有OPEC加 他们谈判桌下来说 是要逐步增产 那这样的话其实 照理来说 如果说全球解封 那整个的这个旅游畅旺 那基本上可以这样没问题 但问题是 现在遇到Delta病毒 所以我觉得是双重的因素 一是Delta病毒 第二个是供需开始 接近平衡 所以油价就先回档 对 那如果说 其实特别人我觉得是这样 如果第三季 看到Delta病毒的影响 开始降低的时候 也许原油就会开始触底 所以现在呢 我认为是在大底的阶段 好 那台股怎么看 台股虽然今天指数没什么跌 大盘是只有跌41点 那另外 呃 期货更跌的少了35点 对 可是盘中都跌很深 对 期货盘中跌了 一开盘跌了200多点 大盘跌了176点 对 那叠式的重心转移到中小型股票上 今天贵买值跌了2%多 跌了5大点 今天贵买值是日K连2黑 直接一根黑K 听众朋友 你知道它破了所有线 一根黑K破了月线 破了5日线 破了10日线 下面剩下季线了 当然离季线还很远 然后你看 因为它这些5日10日月线 就纠结在一起 所以现在目前贵买是处在一个很 我是觉得很妙的一个状况 或者讲说很吊诡的一个状况 因为它均线纠结 均线纠结 基本上如果往下大跌 持续大跌的话 它金线会往下扩散 变成是一个空方很大压力 如果它往上大涨 它会变成是 而金线扩散往上升的多方 很大的压 很大的助力 这今天是大盘表态吗 今天是贵买值表态吗 我觉得应该还没有 应该是说 接下来达到8月15号 等于全部的半年报公布之后 才会有一个多空对决 但是现在等于是筹码对决 掌户的融资一直不退 那主力基本上拉高之后 这边算是相对的高点 它就开始做减码的动作 那减码下来之后 莫哈可以提到 月线它基本上趋势还是往上 那季线还是往上 那今天一长A灌破之后 可能散户的信心 就开始会动摇了 那如果说散户能够 开始减码融资减码的话 那这里我觉得就有机会开始打底 否则其实在15号之前 就不容易有这种大动作出来 那国际的股市其实并没有太差的状况下 其实台股很难走自己的路 自己跌自己的啦 我觉得还是会受国际股市的影响 所以我觉得接下来还是看看 融资能不能够减码 好 黄金期货怎么看 今天黄金期货真的是吓死人了 对 吓死人的这个走法 对 真的没有看过这样子 可以拉这么长下影线 跟砂这么黑黑黑棒的 对啊 这其实也蛮吊诡的 如果从观众朋友 其实早上一起来 就像我们早上一看 哇 这个上周五的基本上 大跌 基本上等于是黄金空方式 结果在今天我直接拉起来 拉了大概2%多 不止2% 因为它早盘那时候 曾经一度跌了快5% 大概拉3 对 拉了快4% 4%上来 拉了4% 对 因为我看这边最低的话 应该12月的大概跌到1677 那现在大概回到了 好 那个我们黄金有很多人有 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好好地 跟大家讲一下金价金 酒吧新闻台 FM98.1 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花 这个今天早上 清晨台北时间6点钟了 这个我们都看到 如果是纽约12月期间 曾经它一开盘 一个小时内 应该讲我看的是90分钟线 如果把时间放到一个小时的60分钟线的话 其实也是一样 放到30分钟线 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 就第一根 就第一根啦 第一根 直接给你砍到1677 对 这个叫上周五的收盘价是直接砍了5% 对 我想过也应该是说 应该是这亚洲时段的这个大 早上爬起来我吓一跳 看到这个美元打仗 没有 因为6点的时候很多人还没起来 根本没看到 直接被抬出场 对 直接被抬出场 那可能有一些margin call还是什么 在亚洲旁 如果你放期货部位是直接抬出场 对 对 我想过应该就是说 因为这样的关系 然后可能短线的多单 全部被扫出去 那扫完之后 抽码又承接回来 那就做反弹的动作 那可是在今天 如果看这个大陆A股 他们的这个护金的期货 基本还是大跌的啦 所以我认为 美元一旦强势 那非农好的状况下呢 黄金应该只有 只是短期的资金的避风港 可是长期来说呢 看来呢 其实黄金跟美元走势 开始要走出一个 负相关的一个情形 好 这个就COMEX 就纽约商品期货交易所 它12月起进价格 这个今年亚洲一开盘 就跌到1677 对 这个是跌了4.83%了 这个新闻都出来了 现在目前的最新价格是1745 对1745 下跌12块跌幅1% 等于说收链了4% 这个4%是不是有大户进去吃货呢 这个ZioHedge 有报道说 12月的这个纽约 COMEX的黄金期货 突然爆出了 2万4千口的 明目总值超过40亿美金的卖单 而且是完全不计价的卖出来 这个不是 我们有听众朋友在留言板上打说 是不是胖手指 这个不是胖手指 这个不是 2万4千口怎么可能是胖手指 没有这么大的胖手指 那应该是 就是不计价的想要出脱 然后筹码被接走了 看起来是早上 那干嘛在第一盘这样砍呢 这也很莫名其妙 它为什么不上周五就砍呢 对很怪 这其实蛮怪的 不过看到整个全球的ETF的 磁商八卦来说 是黄金是一直在减码 所以等于说黄金在这边呢 还是一个弱势的一个格局 那可是筹码 真的是跌太多了 跌到前摩托三月的低点之后 就做一个大幅的反弹 听众朋友 如果有人知道黄金到底出什么回事 您可以在留言板上 谈一下您的看法 这个上周五就跌嘛 上周五就因为 那个非农业就业数据出来之后 它就散崩嘛 但是也跌2%多也还好 就没有想到今天一开盘 啪下去5% 我早上起来的时候 我不是6点起来 我没有看到了 我一起来看到黄金 我就有点觉得 怎么会砍成这个样子 对而且就是跌得很夸张 很想哭你知道吗 还好我不是期货部 好这个 现在全世界这种 金融商品价格变动太快速了 昌鸣你有什么建议吗 感觉起来股市也不稳定 在市也不稳定 商品原物料价格也不稳定 你看油价一周可以跌个七八% 你做原油期货人早就被抬出厂了 不要七八%了 对所以说 其实我觉得做到现在为止 第一个就是说 资金还是很多 但是有一个风吹草动 基本上都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市场的方向性 所以我建议听众朋友做一件事情 把美国这些数据公布的schedule都列出来 有啊我刚刚有跟天有没有报道 对然后呢你要嘛就是说你要去做就是我大波动用选择权的买方嘛 那要嘛就是说我在公布之前我就先避开 否则如果说非融数据要公布了 那你黄金的部位都在里面的话 其实承受的这个风险相对就比较高了 所以接下来CPI也是嘛 CPI一公布礼拜上要公布 基本上市场上还会再来一次大波动 所以我认为投资朋友其实可以把这些schedule放在前面 那你要嘛就先散开 要嘛就用选择权买方去对抗它的波动 这短期来说应该会是目前比较好的一个状态 好那听众朋友可以参考一下老巴的做法 巴菲特 因为上周扑克一下公布出来第二季的财报 公布出来财报的同时呢 他也公布他的回购股票 就扑克一下自己买进自家股票 他买了第二季是买了60亿美金 那60亿美金好像很多对不对 但是他已经是创2020年中以来最低的单季购买的记录了 就是说他买自己的股票也买到有点保守了 那更不要讲说他在其他股票上他是净卖出的 而且是连续三个季度净卖出 他现在目前整个扑克一下的现金部位 现金很多 多到真的是富可敌国1440亿美金 好多 1440亿台币都很恐怖了 不要说1440亿美金 可能五兆多 这么多的现金他还要再卖出股票 他今年第二季他卖出了11亿的股票 虽然说是这个卖出 但是这个卖出的金额是比前一季度少很多了 那扑克一下净利是21% 赚了67亿美金 巴菲特为什么那么保守 我觉得巴菲特基本上如果看美国一直涨 这个估值和这个所谓的买不下去 买不下去 然后那个S&P500的获利大家也估 可能今年的第三季会创高 那第一季一开始没有办法创高的状况下 可能他就是开始卖了嘛 一路卖 对拉上去他就一路卖 我觉得如果看基本面的人在这边 可能真的是买不下手 那一大堆那些投资界的大佬 看空市场 说什么全球股市美股 就是已经疯狂了 要崩盘了 什么大泡沫 史诗级的大跌 史诗级的大跌要来了 什么后面要跌个40%50%的史诗级的大跌 这些大佬一直在CNBC上面 或是在这个彭博的砖码上面 不断的讲这些话 然后CNBC他们也很喜欢去访问他们 因为他们都敢讲 可是股市就不跌 而且还在创历史新高 这到底是什么样一个吊诡的情况 你可以告诉我们 这个是什么样的力量 正反的力量在对抗 可是我觉得其实巴菲特没有错 巴菲特如果说 大家去思考一个重要 巴菲特卖股票不是代表看空 他是先获利落袋 可是看空的投资人是希望他跌 那美股现在遇到一个重点 就是说基本上市场的游离的资金很多 资金没有往地方去 那均不见像上个礼拜 连比特币从低档又拉起来 所以等于是说 一旦有一些消息 利空不跌就开始拉 所以我认为市场在资金 还是很宽松的状况下 基本上只要下跌 就有资金去承接 那如果你股票的殖利率 又大于现在的所谓的 严准会的利率 或是说所谓的无风险利率的话 那大家干脆放在股市好了 所以我认为市场一定有多有空 可是真正的大跌的时刻 看来是还没来到 看来还没来到 大战将至对不对 对 市场的气氛有一点凝制 两军要大战了 这个大家在壕沟里面准备要冲出来 这个发起冲锋 那个整个在壕沟与壕沟之间的空气 是完全冻结了 可能就是风雨欲来 都满柔啦 对风满柔这样 大家都不敢动 金融朋友 有没有脑海里面马上浮现 那个多空要大战的画面 其实没有那么恐怖啦 讲实在 你这样台股如果讲实在 如果今天要大跌 它就跌下去了嘛 你看一开盘 那个期货 简直是疯狂的贯杀嘛 其实跟黄金一样 就直接打 然后就收缴 8点45分 台子期一开盘 就一开盘就跌个100点 然后呢 再继续再给你几根黑黑灌下去 就给你灌了200点 对 看起来好像今天真的要崩一样 我就想说 今天台股是要跌到哪里程度了 这期货还没9点钟开盘 线外没开盘 它就已经给你跌了200点了 它是怎样 它已经是预告了 今天要崩了 对 有没有知道它是平开 这开平不是跳空开 平开直接 开第一点而已 开第一点 它就直接给你这样灌下去 我心里想说我要去追空吗 不要忍住 追空肯定到了 盘中还拉上来 果然就给你拉回来 居然收盘只有跌35点 所以说 它如果今天要崩 它就崩了 对 可见还是整个资金面 还有这个 控盘面 还是不会让它这么这样的跌 所以说全国很重要 或者说资产配置很重要 拿一些现金 拿一些股票 避开危险 但是我们要讲这次大盘 中小型股票 你就刹得蛋 很多没有办法照顾到的 今天它可以照顾台积电 大家照顾不到 那些MCU MOSFI 二集体 那些已经是暴涨一波的股票 对不对 尤其业绩公布好的 这两天跌得很重 所以大家也要特别留意 这里又不是说 只看业绩好你就爆足 我觉得还是要以技术面 停顺停利要设好 好 那整体进入到8月 那你会怎么操作 你个人呢 怎么操作 我个人的话 其实我还是会近代台股的这个落底之后 偏多来看电子 我觉得资云还是会回到电子 因为毕竟如果美股没有打跌的话 那我觉得还是会重回电子 但是就看 可能到8月15接近的时候 再有下一波的一个反攻 那如果说第一个 美元强势 但是台币不大 不大扁 那第二个 外资没有大卖 那因为外资今天的话 期货买超 那这个现货卖超 所以我认为呢 整体来说 还是等待多空决战 但是如果特别留意 如果这几天的收缴 都被残黑灌破的话 我觉得这种朋友就要特别留意 这个时候可能就要减码为宜 我觉得短线来说 还是继续观察 好 也不用太紧张 但是呢 也不要太乐观 这个保持一个高度的戒心就对了 对 没错 然后呢 可能就资金陈述啊 持股比重 你稍微控制一下 停力停顺 原则稍微注意 这个就是在这种 这个不好操作盘式下 你必须要遵守的一些原则 好 那像目前台子期盘后 是上涨4点 这个还好 对 还好 没有多空这个僵制的情况 不过我提醒一下 希望朋友特别注意原油 因为原油现在跌4% 它就没有拉起来 原油现在跌4% 我还没看 我还要看一下 对 这个可能要特别留意 如果原油继续点 那整个股市的气氛 可能就不一样 那我觉得 大家还是要观察一下原油 哇 这个金价可以拉上来 油价拉不上来 对 那就要特别留意 油价有崩了 好 非常谢谢林昌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